大家好,我是曾志明 今天我想给大家讨论和分析一下 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并不是台海 也不是乌克兰的乌冬地区 也不是最近吵得沸沸扬之手可热的波罗的海 随着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北约 变波罗的海为北约的内海 将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高危 这些都不是最危险的 真正危险,最危险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是 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那么现在双方都撒红了眼 超线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从8月6日开始 一直到11日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轰炸 仍然没有停止 仍然在持续 那么双方各自一持 乌克兰说是俄罗斯干的 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干的 但是双方各自一持 实际上 一点 一点也不 也不扑树迷离 是谁干的 是狗子头上的 这个兔子头上的狮子 现在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 在俄罗斯军队的手上 俄罗斯军队自己轰炸 自己手上的核电站 是干嘛呢 把这核电站 炸出这个核泄漏核辐射 辐射他自己吗 所以这 说是俄罗斯干的这种 这种谎言 这种谎言 它不仅仅是谎言 而且是一种低档的谎言 当然只有乌克兰干这个事嘛 俄罗斯干这个事 等于自杀嘛 他干这个事干什么呢 这个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在俄军手里 核电站旁边有俄军驻守 自己轰自己 自己核辐射 对自己造成核辐射 这么自杀嘛 那么乌克兰 他为什么这么干 他的理由很充分 他的动机也很强烈 为什么 为了不让俄罗斯 占有赫松 为了不让俄罗斯 占有克里米亚 所以 玩这种超限战手法 怎么说呢 他把这个核 把这个核反应堆给炸毁 造成了这个核泄漏 那你不就完了吗 那我还要反攻什么赫松 反攻什么克里米亚 因为乌克兰他没有能力 他虽然这个 一二再再三的 对外高调宣称 他要反攻乌兰 反攻赫松 要收复克里米亚 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力 我们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他六月份 就开始喊反攻了 七月份反攻 六月份反攻 七月份反攻 八月份反攻 但都没有见到他的 大规模的反攻 有的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 这种小分队 对于占领村庄的反攻 还有这个火力的攻击 就是炮轰 还有海马斯的打击 以破坏这个俄罗斯的 后勤补给桥梁 为主要目标的 这种所谓的反攻 但直到今天 并没有看见他 像样生规模的反攻 并没有看到 很明显他没有这个能力反攻 那么 既然没有能力 那要收复师徒 要夺回赫尔松 你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超现战 就是放烂嘛 就上山烂嘛 大家不要小看了 这个扎波罗勒核核电站 他的这个装机容量和核反应堆的 这个容量比切尔诺贝利大得多 一旦发生了 切尔诺贝利 那样的事故 他的辐射 要比切尔诺贝利 大十倍 一旦这个 他的核反应堆 或者他的核废料 储存 储存 磁 被乌军的轰炸 炸毁造成了泄露 那么他泄露的这种核辐射核污染 是切尔罗贝利的十倍 整个欧洲都会笼罩在 放射性的污染 辐射当中 那乌兰赫尔松 扎布罗赫尔松 克里米亚 那更是重灾区 是辐射的中心区域 那你俄罗斯你怎么占领 你怎么占领 对于这一块 辐射的重灾区 你的占领还有意义吗 那不是你只有灰溜溜 逃走 那乌克兰就打着这个算盘 我夺不回来 我就用超线战 制造大规模核泄漏核灾难 让你不战而退 而且这个扎布罗赫尔核电站 对 克里米亚 也是至关重要的 乌克兰25%的电力 还有百分之百 克里米亚 百分之百的电力 是由这个 扎布罗赫尔核电站供应的 它的这个装机容量是 五千七百兆 它的输出总额 是五千七百兆 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一旦 把你这个核电站打坏了 你赫尔松 克里米亚不就没电了吗 没电了你怎么攻头呢 你攻头都不方便了吗 没电了 你都很不方便了吗 你生活也很不方便了吗 你俄罗斯军队的补给 也很不方便了吗 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现在双方都杀红了也 那乌克兰实力弱于俄罗斯 他就采取这种 烂招独招 下山烂的 超线战的手法 来谋取胜利 双方各自一词 那是外交词令 实际上明明白白的 黑字白字的 摆的就是乌克兰干的 俄罗斯他的指控也很具体 他说是乌克兰的第44炮兵女 动用海马斯 海马斯火箭炮 以及152毫米的榴弹炮 对这个扎伯罗任何的战争进行打击 在贼嫩时期已经杀红野 为了夺回克里米亚 不惜制造大规模 来自整个欧洲核灾难的 这种 赌徒红颜病心态的驱使之下 非常危险 乌克兰局势非常危险 因为 俄罗斯也不是省油的灯 普京绝不是 打了左脸生右脸的人物 一旦你玩烂着 一旦你没有底线的放烂 那么他会不会对乌克兰 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 可能性很大 如果乌克兰真的炸毁了 核电战造成了大规模的核泄漏 俄罗斯会不会对 基辅 会不会对贼嫩司机进行 斩首式的战术核打击 会不会对乌克兰军队 的要害 要害地 对乌克兰军队 的要塞 关键的集结处 实时这个战术性的核打击 有很 这是很大概率 大概率的可能性 因此非常危险 核战争的危险 在迅速的升高 因为现在双方都杀红了一眼 首先是乌克兰 他的眼睛已经红到 制造大规模核灾难的程度 其次是俄罗斯的报复 非常可怕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